大家好,我现在江苏常州中华恐龙园 今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大门口 直接坐公交车到它的这个叫什么大门口的公交总站 这个是上次那个门是十几年前的门,搞错了 这次总算走到了正大门的门口 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刚才我下车的地方叫迪洛水镇 实际上在我住的门口就有302 53路 直接到这个地方来 我上次为什么搞错了 是因为我是也是按照导航来走的 他推荐给我的那个线路 是坐B12路公交车到橡树湾 我当时一看到橡树湾那三个字 我就有印象 因为十几年前我坐到那个底站就是橡树湾 所以肯定就去了呀,对吧 但是没想到他把大门口搬到这边来了 这边是东面,太阳在我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叫东门 另外一个大门是西门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你要知道这个跨度是很大的 行,今天总算是找到正确的大门口了 哎呀,这个晚上的夜景应该很漂亮吧 看一下这个正面的这个大门口 哇塞,超级好看啊 好多可爱的小朋友们 我这是上午来啊 上午来人肯定比较少 他要是周六周日啊 节假日啊 或者下午晚上的时候过来 那人是很多的 这是一个金属的薄锈钢恐龙 看一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灯会 长洲灯会 看一下正面的大门口啊 看一下可爱的恐龙 终于到了中华恐龙园的正大门的门口了 十几年前来过一次 当时在门口打个卡 然后就没进去了 十几年后的前几天 把大门口搞错了 然后隔了两天 我又回来了 这是第三次 来到这个中华恐龙园 这一次 肯定能进得去了 看一下左右两边的这个建设 新的大门口确实更加的漂亮 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巨大的雕塑 这是恐龙园的恐龙宝宝 一看就是一条巨大的可爱的恐龙宝宝 走我们进去吧 中华恐龙园迪落水镇 那意思是我到现在还是在这个镇里面 没有走到那个恐龙园里面 走我们继续往里面参观 这里面大得不得了 现在看一下这个角度的 这个房子造的确实很有特点 哇塞继续往里面边走边看 再回头看一下大门口 很多人在那里合影拍照呢 长州城市客厅 哇塞 这首音乐我特别的喜欢 这首英文歌 好听的不得了 这要走到大门口 估计还得再走一会儿 前面那个房顶上有点只可爱的霸王龙 近距离看一下 点只巨大的霸王龙 这边还有小一点的小恐龙宝宝 看来前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门口啊 哦 那个远处就是三个恐龙的那个城堡 那个是十几年前就看到过了 那个应该是蹦极的 我知道了 然后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门口啊 看一下这个青铜的雕塑 大恐龙小恐龙中华恐龙园 终于走到了镇大门的门口 进了第一道安检门 前面那道门应该才是检票门 我去看看啊 看看优待症能不能用 我查了资料应该是可以用的 大青岛呢 来居然都要排队 那要是节假日 平时的话呢 人多的肯定不得了啊 朋友们 第三次到恐龙园门口还是进不去 因为优待症在这里只能打对折 打对折都要130 所以他的全价票是260 那还是进不去了 我们远路返回 实际上这次没进去的话 在门口这里看看已经很好了 到那个里面去 说实话都是小朋友们玩的 我进去的话也不会去玩 最多也就是看一看里面的建设 出来了 走到大门口了 这前面应该是同学们在这里大合影 人不少呢 后面又来一批同学 问题他们全都是男同学 那女同学呢 这个学校有可能是 是不是 机械制造业的同学们 要不然怎么全是男同学呢 哇塞人多得不得了啊 这里只是开始 你看一下后面 那后面源源不断 这少说得有好几百人呢 朋友们可能又要说了 哎呀你又不舍得花钱 到门口来了 三次到门口都没进去 哎呀那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解释呀 因为怎么说呢 全国各地所有的这个游乐场 我是从来不参加的 不管它是方特 还是恐龙园 还是上海的迪士尼 只要是这样的游乐场 我最多到门口看一下 如果它大门是免门票 那我就进去转一圈 你像这个我如果花了钱进去 我不还也就是 带大家看一下嘛 我是不会去体验那些项目的 不管它是玩蹦极啊 还是跳水啊 过山车啊 这些刺激性的项目 我是一个都不参加 所以我花钱进去了 也不会去玩的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就在门口这样看看就可以了 这次来也算是 看到了 它这个迪诺水镇们 也还不错是吧 这边建设的还是很好的 上次在上海那个迪士尼 它那个门口 也是类似于这种建筑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要比它那个的话 更加的要好玩一点 更加热闹一点 你看它这个人门口啊 游客是源源不断啊 行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